这一波淹水灾情 菲律宾首都大马尼拉区 有60%的区域都泡在水里头 此次志工连续几天动员 堪灾发放 烹煮热食 但你看志工的正在行动 踏踏轮里 距离进司堂 只有10分钟的车程 灾民对慈祭不陌生 许多灾民是会员 也是社区志工 他们穿起背心 回收资源 还不忘宣导环保 此次志工在一天内 完成灾灾跟发放的工作 送上草席以及二手衣物 让他们在收容中心 能睡得好 还有20公斤来自台湾的爱心米 也让因为水患无法除外打工的家庭 不用烦恼 不只是在踏踏轮里 首都大马尼拉区的社区志工 也都跟着慈祭人动员起来 除了明中 踏踏轮小学发放物资 在明西区前往收容中心关怀 明东区除了在鲜范市体育馆 发放热食 还有37位志工 前往雷刹选弗利斯小学 提供1200多份炒面 温暖家民的味 在玛丽锦那市同样也有热食提供 并且跟社区面包店合作 发放5300多份的面包 大一新闻黄一姐不利尼 菲律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